学习之余呢 WFI还提供了很多的实践的机会 比如说每一学期 学校都会有一次Company Day 类似于中国的校园招聘 有很多的企业来到学校 跟同学呢 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 同时对于课程的设计呢 学校还提供了很多和公司 各个公司合作的新闻的workshop 所以同学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和各个企业的高管 有直接的沟通交流还有互动 比如说上学期我们中国学生 就选择了德国电信的consulting case 通过这种方式呢 很多学生都可以找到实习 对啊然后除了校内以外 然后上外我们有很多平台 通过这平台我们可以找到实习 因为英国是达到地理位置 然后澳典总部就在这儿 而且它离那个慕尼黑也只有45分钟的车程 然后慕尼黑呢 汇集了许多名企 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比较有名的那个四大 还有宝马也是在慕尼黑的 而且每年在慕尼黑我们都有一次新闻招 Company Day 它是一个专门针对华人的一个招聘会 在网上我们也有许多 类似于中国应届生这一类的招聘网 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如果你来到德国能够驾驭了德语的话 找实习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德语不够好 英语也是可以找到实习机会的 比如说我们这一届的很多同学都是通过英语来进行实习 所以说这里是一个这里有很多的锻炼的机会 除了实习之外 德国公司也给我们提供了其他实践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德国公司那里写毕业论文 还有做密社 然后只要就是在实习之余 你可以跟你的实习老板商定一个课题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里 比如说进行两个月的写论文的时间 这样子你不仅把那个实践跟理论 结合到你的那个毕业论文里面去 而且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进一步的了解了德国公司的运作 而且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补贴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而至于谈到两年之后的打算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所以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 同时也有很多新的挑战 在这边我觉得你毕业之后有几个方向 第一是工作 第二是回中国 第三是在这边继续读研究生 第四是你可以选择一个叫Gap年 就是间隔年 这边德国人的体验都最不丰富 他们可能选择停止学习一学期 或者一年去实习 或者是去壮流 或者是去做公益项目等等 我再讲讲在这边读研究生 在这边读研究生主要有两个大方向 一个是读英语项目 那么你就要准备相关的英语语证书 比如说Gmail考试等等 第一个是读德语项目 那就要比较有挑战 你要准备好你的德语学习时间 然后你要通过相关的德语语言考试 在这边德国有很多挺好的商学院 比如说曼海姆 比如说慕临黑大学 或者是法案科普金融领馆学院等等 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的到来 好呢 那这里我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德国这边旅行 以及交友的一些情况 然后就是在德国旅行 我们都知道欧洲大陆是非常大的 用深圳签证 你基本上可以去到非常多的国家 除了英格兰的那三个国家之外 然后在德国的旅游 在欧洲这边的旅游其实是非常宽快的一个过程 不论是东欧西欧还是北欧都有不一样的景观 你觉得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不同的建筑风格 不同的人文景观 不同的物质景观 不同的自然景观 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收获 然后关于交友呢 其实在德国交朋友跟你在中国交朋友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抱着一颗真诚的开放的愿意和大家交友的心态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愿意接纳你的 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德国的WDG的学生 他们也是非常愿意很依同探讨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 那其实呢 即使在课内我们也有非常棒的经历 比如说我曾经上过我们学校的国际物流的课 以及和德国交友有个consulting case的课 那这两个课呢 我都非常有幸去到这两个公司去参观 那一个就去了Continental在英格兰的分公司 一个去了在Darmstadt 德国交友的公司 那是在分别在这两个参观中呢 都有高管向我们做presentation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展览厅去参观 这种体验非常有利于 我们把它结合到我们课堂课内的学习中 也让我们的学习更加的具有实践意义 以及更好的运用 相信这个也会更好的运用到未来的工作当中 在选课方面呢 我觉得在国内不同的是 它这里是不会强劲要求你选什么课程的 选择或者你两门都考 上课前我们从来就不考勤 上课时老师也不会照本宣课都有自己的讲义 主书馆里从来就没有人打课税 我们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多样化的思维 我们的德国老师们和美国的课作讲师给予我们多样化的启发 其实呢 其实呢对于这些课程我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感受 就是这边的课程既分为大班授课也有分为小班教学 比如说我上学去年的时候选过一门课 课堂上总共就会只有五六个学生 这样子的话老师跟同学之间的互动就会有很多 老师准备的课程非常的好 然后呢他也非常的欢迎同学们在 欢迎同学们随时的打断他 他很希望同学们去问问题 把他们不懂的地方表达出来 这样子经过大家的互动才会对一个问题理解的更深刻 在德国德国政府对于国外的留学生 都实习工作或者打工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比如说外国留学生具有120个全天的工作时长 并且学生打工的一些收入是具有免税资格的 在德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工作 它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多元化的人生体验 你可以见识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很多朋友 我刚来了一个多月就找到了麦当劳的兼职 在麦当劳里面我的同事还有我的上司都对我特别好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懂德语 所以很多事情他们都是一对一的教我 然后我们不懂的德语 他也会一个一个的让我重复的说 然后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的很多同事来自匈牙利 苏洛伐克 阿尔巴尼亚很多国家 他们都非常的友好 在那里面工作感觉到很享受这里的生活 在那里的薪水大概每个小时7.5到10欧元左右 每个月一般不超过400欧元的话 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在这里打工也是一天比较快乐 而且可以过的日子比较滋润一点 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因为在德国不管是工作打工还是实习 对于德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师弟师妹 可以先在国内打好德文听说读写各个方面的基础 因为除了英文之外 德文对于以后在德国的学习和工作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Welcome to Germany, welcome to Bavaria 通过这个商学的项目 可以您在短期之内学会一门甚至多门外语 我们的学校提供多种语言课程 不仅有德语音音 同时还有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气 除了学校提供的课程之外 你还可以跟当地的学生 还有国际交换生组成语办 你教他们的中文 然后你学习他们的本土语言 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快地提升你所学习的外语 以及口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 乖来吧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马琳 我是选水位的学生 好多人说德语好难 不过如果你们做我们语言伙伴 你们去学的学习德语好容易 因为你们经常可以跟德国人一起修话 一起学习 还可以了解德国的文化和生活 这样你们很容易可以提高自己的对语学习和参加对语语言考试 我觉得美国大学很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热闹很国际外的地方 我们这也不太大 就像一个温暖的家一样 所以我们都要欢迎你们来个我们一起学习 你好,我的名字是 Christopher and I'm a voluntary tutor for the Chinese incoming students at the VFE because, of course, we don't leave you alone during your exciting study abroad in Germany important or at the first time already before you start your trip to Germany a German tutor will contact you via mail or Skype he will help you with all the organizational stuff and support you to plan your journey appropriate like things with flight or Wazir and also give you some important hints and useful for your stay here when you arrive in Germany we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airport and take you to your apartment 我们已经在一起结束了 但是在你的住宅中,你的计划是第一个人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关系 会参加到市场,会参加到公司的公司 会参加到公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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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参加到公司的新闻 但是在这些计划的东西 你的计划也会参加到 要保持到公司的旅行 我们在一起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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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到旅行 我们在一起的旅行 你不会忍受到的 我认为你去旅行 WFI 英国大际 为什么? 它是有趣 有很多人在这里 它是在 Bavaria 所以它有很好的酒 人们有趣 有很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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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知 为什么你不应该来 在一起的旅行 我还有一个计划 订阅语 订阅 完全不错 去国家 不知语言 所以,这是我的计划 虽然,一都知道自己的酒 是否很小 但是,这些活 也会让你失望到 不得出 不得出 吧 不得出 不得出 太多酒 不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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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出